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准备好了没 影片一开场 刚刚结婚的炮灰哥正在和老婆东梅的娘家人玩捉迷藏的游戏 炮灰哥慌不择路 于是便向自己老婆的两个侄子铁锤和栓柱求助 可这俩倒霉孩子不仅不忙忙还把他给出卖 随着炮灰哥的一声残叫 这哥们当场就叫了换票 三十年后 家境贫寒的春花嫁给了这个家族的小儿子栓柱 到了晚上 春花和川柱刚准备洞房 铁锤的姑妈东梅突然出现 这个东梅就是开头那位炮灰哥的老婆 东梅老他妈来的目的是提醒川柱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原来川柱家有一个传统 每一个新加入的成员都要在午夜参加一个游戏 至于玩哪种游戏 必须以抽纸牌的方式来决定 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才能真正的算是加入成员 春花进屋之后发现婆家人全都到齐了 川柱的妈咪春花的婆婆李的妈 表面上看着和蔼可亲 其实却是一个狠角色 川柱的姐姐和姐夫对春花也十分的热情 除了川柱的姑姑东梅的妈 由于结婚的当天就熟了我 这位禁欲系的老大妈浑身冷冰冰说话也不好听 接下来由川柱的爹地王大白讲出了家族这个游戏的来历 原来王大白家之所以这么有钱 是源于他的曾祖父遇到了一个贵人傻蛋 在傻蛋的资助下 王大白的曾祖父开始发迹了 收藏家傻蛋有一个神秘的盒子 这个盒子成为了王大白家族今后游戏的主要道具 凡是新加入的成员必须从盒子里抽出这张纸牌 新成员到底玩哪种游戏傻蛋会写在纸牌上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傻蛋可不是凡人的 运气好的话 比如拴住的嫂子和拴住的姐夫 当年都躲过了一届 这次赶上春花点呗 纸牌上要求春花玩捉迷藏的游戏 也就是开头东梅大妈的老公炮灰哥玩的那个游戏 这个游戏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旦参与到游戏中 甭管是进门的媳妇还是入赘的女婿 统统都被干掉 然后家族成员用这个倒霉的向傻蛋先机 这也就是傻蛋当年自主王的白曾祖父的条件 如果王的白一家不能在天亮之前干掉春花 那么傻蛋就会把这一家人全给杀了 吃瓜的春花哪知道这些事啊 虽然他觉得这家人有些不正常 但从小就被寄养在别人家的他 为了能融入这个大家庭很痛爱的答应 游戏开始之后 春花首先藏在了送菜的升降机里 而王的白那头已经开始给家族成员配发武器了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春花并将其干掉 于其说这是捉迷藏 不如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收敛 一边是自己的老婆 一边是自己的亲人 栓柱是心急如焚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春花在升降机里藏了一会儿 觉得没啥意思 于是便光着脚跑了出来 这姐们正东张希望下悬磨的时候 突然被栓柱捂住了嘴 栓柱这么干的目的 就是不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杀 就在这个时候 栓柱的姐姐一不留神 把一名佣人当成春花给逼了 这下可把春花给吓尿了 春花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春花说你抽到了最坏的牌呀 他们在天亮之前必须要干掉你 听了栓柱的解释 可把春花起得不轻 说你这个混蛋 明知道我有可能领盒饭 你居然还敢这么干 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栓柱说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亲爱的你稍安勿躁 照我说的做保证不会叫翻票 王的外带着大儿子铁锤 还有东眉大妈正抬着击毙的女佣 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遭遇到了春花 这可是重力寻坛老半天 看你还往哪里窜 栓柱的姐姐叮咛光荡就开了枪 可由于枪把太臭了 让春花自溜一下跑 春花正倒气的时候 栓柱的哥哥铁锤突然吞没进来 铁锤这人还是比较够意思 加上也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位弟妹 因此他给了春花十秒钟逃跑的时间 要说起猪队友 那必须是春花的姐姐 之前这姐们就误杀了一个女佣 这会儿又把另一个佣人给干掉 栓柱的妈咪李大妈说 鉴于目前的形势 我们必须要启用监控摄像头 不然就这么瞎悬末天亮也找不着人的 春花跟眉头的苍蝇似的 跑了一会儿之后 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与其作业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啊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子弹全是假的 为了帮助春花逃出去 拴住把监控设备全给弄坏 并且还跟他老爸王大白掐了钱 幸亏铁锤在旁边劝 不然王大白就领了盒坏了 王大白一看自己的儿子居然吃里爬崴 上去就把拴住给做梦圈了 春花跑到马厩里刚藏起来 就遭遇了拴住姐姐的儿子 春花一看是个小孩就没当回事 可没想到这熊孩子上去就是一枪 差点把春花的手给打费了 春花也没客气 一个右摆拳就把这倒霉孩子揍得不会动 由于安保设备已经被拴住给弄坏 因此春花很顺利的跑出了家门 可由于是大半夜 路上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也没有停 收到消息的管家大背头开始追杀春花了 可这哥们显然低估了春花的求生欲 一不留神就被春花给雷晕了 不过这哥们也真够神通广大 春花开着他的车已经跑出去很远了 他居然还能追得上 而且还把春花给麻醉了 醒不来的春花趁着大背头正嘚瑟的时候 突然给大背头来一个目房 而这一幕刚好被正在跟大背头视频的 王子白的人看见 眼瞅着大背头掉了下 可把王子白给气坏了 春花这边刚从车里爬出来 就撞进了大背子铁锤了 这次铁锤没有心软 非要把春花给带过 春花说你们这家人脑子对我病 什么鬼啊 全是封建迷信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报应 也不会有人死 虽然春花说的有理有据 可铁锤根本就听不进去 上去就把春花给做梦圈了 李的妈跟儿子拴住 进行了一番触及灵魂的谈话 李的妈说春花这媳妇我也喜欢 但为了保住我们的家庭 必须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很快春花被固定在来案子上 王子白念了一段顺口溜之后 向傻蛋献剂的仪式正式开始了 眼瞅着春花要领盒饭 可就在这个时候 王子白等人一个个全都吐了血 原来铁锤为了救春花 居然在饮料里下了毒了 不过由于分量不够 这些毒药还不足以致命 铁锤带着春花刚准备撒丫子聊 突然被他老婆给拦住了 他老婆说 你居然不顾我的死活去救你弟妹 我也是罪 这姐们说完 不等铁锤狡辩就让铁锤领了好办 春花揍晕铁锤的老婆之后 发现铁锤已经不行了 成功脱身的拴住 误以为铁锤是被春花给干掉 这心态马上就起了微妙的变化 加上又亲眼目睹春花杀了自己的老婆 拴住彻底崩溃 他决定干掉春花替自己的亲身报仇 献计仪式重新开始 这次又拴住亲子动手 要说春花的战斗历史真不容小觑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反转 咱只能说 真正爱春花的人除了编剧还有导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天已经亮 但神奇的是并没有坏事发生 当这帮人正在疑惑的时候 傻蛋突然开始发工 紧接着 王的白一家人的戏粉 一个挨着一个全到杀青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成功必须靠努力 别和魔鬼做交易 万一绩效不达标 一家老小全个儿P